大家好,我是刘姐 这期给大家介绍一款多肉植物 它的名字叫紫玄月 又叫黄花心月 这款多肉植物 特别适合放在吊篮里养殖 它是往下垂直长的 那么紫玄月怎么养呢 咱们先了解一下它的习性 紫玄月喜欢温暖光照充足的通风环境 怕洗水,但怕积水 夏天怕暴晒 冬天怕寒冷 在室内养殖时 把它放在前阳台的位置最好 紫玄月喜欢 光照越充足 叶片越会艳丽 它的叶片就会变成紫红色 再配上金色的小黄花 非常有观赏价值 特别漂亮 紫玄月喜欢温暖的环境 它最适合在15至28度左右升的 它特别不耐寒 在冬季的时候 室内不能低于10度 否则低于10度 蜘蛛就容易被冻伤了 在夏天太热的时候 可以给它喷洒水降温 紫玄月随着多肉植物 脚耐干旱 但它吸水 多肉也分吸水和不吸水的 也分洗光和不洗光的 所以说发现土壤干了后 得立刻给它浇水 发现紫玄月的叶片起皱着 说明缺水 您立即给它补充水分 虽然它吸水 但千万注意不要浇的太多 不要积水 积水都容易烂根掉叶子 还有夏天太热的时候 它属于半休眠状态 所以一定要少浇水给它遮阴 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咱们家住平方的 春天夏天秋天 可以在室外养护 咱们在室外养护它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避雨 下雨之前把它提到屋里去 前月对于湿肥要求并不高 前月湿一次稀薄的磷甲叶肥就可以 前月在各种垂钓性多肉植物中 应该是升纳速度最快的了 好了这期视频就